据日本媒体报道,日本前首相安倍金三在奈良市进行演讲时,中枪倒地,目前已经处于心肺停止状态。 据NHK记者称,在事发现场听到了两声枪响,安倍倒地后身上流血。警方目前已经控制了一名40多岁的嫌疑人男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